瑞盈集团UBS同意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瑞士信贷 美国联组会加拿大 日本 欧洲 瑞士 英格兰央行 主要官员出面喊话支持挹注流动性 尽管台湾国内不至于爆发系统性风波 不过损伤恐怕难面 瑞士监管机构公布 瑞士旗下160亿瑞壤 折合173亿约新台币5278亿的第一类资本债券 被完全剪记 台湾经管会统计 目前银行业对瑞银AT1债券 铺险470亿元 保险业铺险1080亿 合计1550亿新台币 那属于第一类AT1 Additional Tier 1的这种 有承担资本风险的这种债券 它会被全部打消 所以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 是投资这种债券 恐怕就没有任何的残值 但是我们初步到目前了解 目前我们保险业投资1000多亿 但是有的是国际 台湾发行的国际版债券 银行也有投资 目前我们的了解 目前还 我们的了解还在了解中 但是大部分的 回应的金融机构都说 并没有投资这一类性质的债券 但是这个最后要 他们自己对外去说明 国内受险金控投资瑞士信贷最多 国泰金约持有340亿新台币 但20号上午出面说明 没有持有AT1部位 债券全数确保 此外 新光金 开发金 中信金 富邦金 也有超过百亿的瑞幸铺险 不过今晚会初步调查 没有购买到AT1债券 另外中国人授及新光金控 远完全没有购买此类产品 新大街市胡宗汉省委同龙台湾台北采访报道